你們好,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 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 記得不要忘記要按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 今天, 要和大家示範的是 日式高湯和柴魚鬆 日本人認為這個世界 除了甜、酸、苦、辣、鹹之外 還有第六種味 即是鮮味 雖然是日本人提出鮮味這種味道 但其實, 在世界各地 一早已經運用了怎樣去用食材 來提出這種鮮味 例如西方的芝士 風乾肉 東南亞的魚露 蝦膏 又或者是中國的豉油 腐乳等等 其實一番高湯 即是廣東人所說的頭淡湯 不是, 是頭湯才對 頭湯的顏色最清潔 可以用來飲用 又或者做最好的料理 而二湯就是用一湯的渣 再加些柴魚 然後加水再煲 二湯一般比較腥 一般會用來做燉菜 和醬汁 日本的高湯都有很多種 而今次我們講的是 昆布柴魚高湯 材料方面很簡單 只是有昆布、柴魚片和水 柴魚昆布湯 其實是一個二學難精的高湯 如果你去問10個日本廚師 10個日本廚師都用不同的方法 去煮日本高湯 柴魚片和水的比例 是一杯水對5-10克的柴魚 高湯的濃淡度 按照這個比例去調整就可以了 而昆布方面 有四種 最主要的就是 有真昆布、羅口昆布、利烤昆布 以及日高昆布 我自己就選了日高昆布 因為價錢最合理 而昆布和水的比例 就是一杯水對2cm的昆布 昆布上面白色的不是發霧 是一些鮮味來的 輕輕抹一下就好了 今次我用了一些水和昆布8cm 浸它們半個小時 其實不浸可以嗎? 都可以的 味道沒那麼好 好了,開火煲湯 之前我說過 每個廚師煲的高湯方法都不懂 這個就是我的方法 我自己喜歡重口味 柴魚方面我用到最多的40克 柴魚片的吸水都很高 大約是它自己重量的2.5倍 所以我流了200ml的水 來給它吸水和降溫 昆布本身是不受熱的 如果它加熱去到70度以上 很容易就會出散和出苦味 所以當你看到水 開始熱到有少水泡的時候 就可以拿下昆布 有些廚師只會用昆布湯 他們會用冷泡飯 即是用水和昆布 放在雪櫃中12個小時 近年有些廚師都會用低溫法來煮昆布高湯 他們認為在60度的情況下煮1至4個小時 就可以把昆布的精華完全提取出來了 水滾之後我們就關火了 然後我就會倒入100-200ml的水 100ml我們就補回柴魚級的水分 而另外100ml就是降溫的 柴魚片太低溫又不會有味道 太高溫又會有腥味 當我倒入清水之後 水溫就會降到80多度左右 倒入清水之後 就加柴魚片 然後我又浸10分鐘 這段時間不要手多多地攪拌 有它慢慢浸一下 味道就會出來了 浸了10分鐘之後 我又將柴魚昆布高湯過濾 我會放一張廚房紙 在兩個過濾網的中間 讓柴魚的碎粉不要掉到湯裡 這個方法 過濾完的高湯就會非常清澈 給我提示你們 當你過濾昆布柴魚高湯的時候 千萬不要攪拌它 讓它自然滴好了 如果你想用湯殼 不斷壓柴魚片 希望壓到最後一滴高湯出來 柴魚湯就會開始變得有點雜味 我用了1.2L的水 煲完之後 只剩下900ml的湯 高湯放在冰箱 但可以放3天 如果冰了它放在冰箱 大約可以放1個月 剩下柴魚片和昆布 我為何做柴魚鬆 柴魚鬆的材料非常簡單 只是煲完高湯之後的柴魚片 以及煲完高湯之後的昆布再設施 醬汁方面有 日本豉油2湯匙 味淋1湯匙 清酒1湯匙 和糖1湯匙 做柴魚鬆的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握水 正確點來說 是將多餘的水分握出來 轉你的能力 越乾就越好 握完水之後 就幫坤布切絲 我用捲切這個方法 坤布先要捲起 然後切成柚絲 大部分切柚絲的方法都是一樣 可以炒魚鬆 在鍋子裡 加入1湯匙麻油 和半湯匙生油 用麻油炒 炒完之後 魚鬆會比較香 用高火炒一會兒 就要轉做細火 然後慢慢炒 炒多一會兒 把醬油和昆布加進去 都是要慢火炒 所以之前要抽乾水 是拿乾水 其實炒魚鬆是沒有特別的技巧 最重要是心機 慢火慢慢渴 渴到沒什麼水蒸氣 就完成了 炒魚鬆用來做粥送飯 都非常好吃 吃之前拌好一些芝麻 就更加香了 這次這個高湯的做法 我會完全跟我師傅教的方法 茶魚和水的比例我這麼大 其實是可以想 網友自己嘗試 去找出自己喜歡的口味 然後我在煮滾了的昆布湯裡 要加冷水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是要它冷卻 還有補償茶魚吸水的部分 我自己認為在料理的世界 是沒有對和錯的 只要好吃就可以了 煮了這麼多集 我發現原來我沒煮過豬肉 下一集 日式老豬肉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按鈴鐺 多謝你們的收看 希望你們多多支持我 希望很快我們再見面 我們請按讚、訂閱、分享